美国最高法院在2002年开始审理 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在招生时 将种族因素纳入考虑的平权行动政策的案件 此案的最终审判结果将在今年6月底之前出炉 由于保守派在最高法院以6比3的优势占多数 人们担心裁决可能会废除40余年来 支持在大学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法律心理 并对全美高校在种族多样性方面取得的成果造成威胁 在过去的45年里 许多学校在评估申请人时都将种族作为参考要素之一 他们认为这对于建设多元化的校园至关重要 而禁止在大学录取中采取平权行动的州如加州 已经尝试采取其他措施向少数族裔学生开放入学机会 但表示没有什么比平权行动更有效 对于即将到来的法律裁决的影响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 5月26日邀请了民权和大学准入组织的专家 对此予以解析 并讨论了在没有这一重要工具的情况下 实现多样性的可替代方案 平等正义协会EJS主席丽莎霍尔德首先指出 大家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影响会是负面的 不要预估结果 但同时也要做好准备积极应对 关注民权所赋予的正义和平权 即具有包容性多元化的民主 抗击不平等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能让反民权人士分化我们 至于平权法案在教育领域 特别对K2十二年级的影响 丽莎霍尔德表示 I did talk in my comments about pre-K through 12 and how important it is that we maintain and have sustainable multiculturalism in that sector and what happens in that sector is that you can have affirmative action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schools are integrated and even if the schools are racially or culturally segregated you can have affirmative action to ensure that all schools are receiving equal resources that they're receiving equal amounts of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ithout affirmative action as a correction for inequality we don't no longer have that tool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so we are seeing segregation in our schools become more deeply embedded and we're also seeing that resources within these segregated schools we're seeing that major imbalance where black and brown schools are receiving much fewer resources and studies show that her student the black and brown students are receiving about $2500 less per student annually 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总裁 兼总法律顾问托马斯·萨恩斯 分析了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之前的先例 有三种可能的误读 首先如果最高法院推翻平权行动的话 基本上就是推翻了45年来的法律先例 巴基案的遗产就被推翻了 这种情况下 法院的大部分法官都坚持了加州董事会 诉巴基案的立场 认为种族应该作为一个因素 考虑在大学录取中 如果推翻的话 这将是一件大事 其次 这个案件有人会认为 说它和平权行动在雇佣 合同工的应用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用在教育上 但事实上 最高法院已经建立了平权法案 雇佣合同工的应用受限的 更有挑战性的一些法律 如果完全无视种族差异的做法 被加以辩护和合理化的话 那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的法律 及道德层面都延续这种做法 第三 有人觉得这个结论 不论怎样都不会影响到课程设计 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 现在看来 课程设计不能有种族根源 所以无论是非裔美国人 还是西班牙裔美国人 各种研究都必须要去涵盖多个领域 多个种族的综合视角 如果说现在这一决定 代表着政策制定者 必须要无视所有种族 这会产生影响 托马斯·萨恩斯强调 如果有人使用这三种 他提到的谎言去散播的话 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些漏洞 去采取措施 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压抑美国人促进正义协会 AAAJ总裁兼执行董事 John C. Young表示 众多亚裔美国人 都支持促进正义行动 之所以对其支持 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社群 也是为了所有的社群 我们要意识到 在录取中 种族因素只是诸多因素之一 他说 在 Harvard Asian-American enrollment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now currently make up nearly 28% of the incoming Harvard class the Harvard Asian-American class has doubled in the last 20 last 30 years and has more than quadrupled over the time in which the Bakke decision was first issued 大学教育机会运动主席 米歇尔·西卡罗斯说 公平的机会和包容 对于所有的社群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但平权运动 也并非灵丹妙药 我们需要为所有学生 都提供机遇 确保大学 不会歧视少数族裔群体 不会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 而歧视少数族裔群体 出于道德和经济角度而言 也需要确保 所有少数族裔群体 都能够接受平等的教育 在K2-12的学生人口中 少数族裔占至少50% 禁止他们接受 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 这会对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 要确保决策层 在缩小种族差异方面 保持坚定 行事果断 不管最高法院最后的裁决如何 人们都不能 对其过度的解读和误读